另外在新北市的永和 惊喘了一起情杀命案 29岁的凶贤不满女友说他吃软饭 勒死了女友之后拿刀自残 因为自杀不成 向警方来自首 不过由于这名男子的情绪不稳定 说话语无伦次 还一定表示他曾经半失三天 但是经过了警方相验 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 确实至少超过一天以上 为什么要杀自己女友 这不然后悔杀人 不要推动 安全 涉嫌杀害女友后 拿刀自残的高姓男子 头戴安全帽 躺在单架上面 他自称掐死女友后还半失三天 但是因为他的情绪十分不稳 再加上身上有多处刀伤 警方赶紧将他借户就医 今天早上有吃了一些药物 并且新生愧疚 向我们一一零报案 新生恍惚惚无伦次 新北市永和发生一起凶杀命案 29岁的高姓男子 跟交往半年的女友 两个人在酒店认识 凶贤一个多月前没了工作 两个人常常发生争吵 凶贤原本共称三天前 因为女友骂他没有用 他一气之下掐死女友后 拿刀自残 办事三天后受不了良心 谴责报警自首 但是事后他却又改口 说是4号凌晨跟女友吸毒后 失手杀人 供此反复 身上已经有失斑了 所以死亡时间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检察官验尸发现 死者死亡时间 至少已经超过一天 而凶贤拿刀自残又吃药 身上有十多处的刀伤 精神恍惚 仍在医院治疗 警方也将家庭脚步调查 要厘清案发原因